就知,月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,茶鹅和吴刚以及玉兔就生活在那里 为什么?只有中国有春秋节和春秋万月的习俗 就是为了纪念我国的伟大先驱茶鹅登上月球,汉塞月球 并宣称月球是中国领土的伟大壮举 然而,美国居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,无视中方反对 强行登陆月球,插上美国的新挑起 这完全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也是公然对中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侵犯 为此,我代表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向美国主义提出,强烈抗议并警告 月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美国主义必须停止一切,有损中国主乡的行为 立即纠正错误行径 必须撤出插在月球上的美国国企 否则,美国将会付出沉寸的代价 感谢观看